上周二同一名医生朋友在王朝会吃西餐,他都算是南斯大坝,他热中炒世家股。 直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每逢大型群众活动之后,例如1967年,2003年,2014年,必定有大牛市,而群众活动预示激烈,牛市愈大,维持时间预长,因此,他相信在今日之后,也必然出现大牛市,走资最严重年代经济增长却最快。 我补充说,移民潮和走资究竟会不会影响到经济。我会说,1967年后,1982年后,是香港移民人数最多,走资最严重的年代,但经济增长却也是最快。 不过,你当然也可以说,以上是罗素的鸡,归纳法并不能推论出必然的结果,以前的往迹,也不一定可以推论出,在以后也会有相同的走势,相同的成功,然而,有一点也必须记住,就是如果完全不看新闻,只看数字走势,现时大市正是处于牛市一期至二期之间。 如果看新闻,而不看数字,你会猜测现时的行指应该是在二万点以下,随时是1.5万点以下。 所以说,股票这家事,实在很邪门,正常是永远猜不忠的。总之,我的基本策略,是无论在牛市或熊市,持股量永远不会少过总资产的50%,也不会多过150%年妈子额。 赢钱不会没有自己份,输钱也不会输到跳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